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提下高端纸品版好程序 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靠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下的算子 主要学习如下词格 分别是Unit,Intersection,Distinct,还有Dream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Q群 群号是24161756的 里边有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讲解 那OK,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同学们 那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学习当前Transformation下的一些转换算子 那首先第一个打开当前我们的Idea 打开咱们的Idea OK,让它快速转开 然后呢,打开我们上一节课的工程 Idea会自动打开 然后呢,之前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学习了基本的四个算子,对吧 这个上节课呢,我们主要学习了包括Map呀,Filter呀,FetMap呀,不当前Simple取样,对吧 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新的四个算子啊 那么咱们再新建一个类啊 咱们再新建一个 Class啊 咱们叫TransformMasonDemo2啊 第二个 好了,那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创建我们想要的算子啊 首先第一个 如果想创建算子的话 同学们啊,首先第一点 我们需要创建当前Spark对象啊 我们稍等 让它把这个慢慢方法提示出来 好了 那这里我们先创建Spark对象 如何创建Spark对象呢 这里啊 创建Spark对象 那这里分别是当前VL 然后啊,ConfCNF 等于6一个Spark Conf 618Conf啊 618Conf 然后创建完之后呢 这里咱们set点AppName 设置一下当年的名字啊 咱们叫TransformDemo2啊 在这,再创建一个 然后呢,点SiteMaster 好了,创建号 咱们Local 然后接下来这步做完之后呢 这里我们来创建 SparkContest 所以像SA等于6一个 当前Spark Contest 然后呢,这里传入Conf 创完之后 此时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计算了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这里呢 来学习第一个算子啊 就穿上Mason算子 就是并级 并级啊 Unit 这里啊 它会将两个集合进行一个合并啊 就两个RDD进行合并 所以这里啊 我们RDD1啊 等于当前SA 我们创建一个RDD啊 然后咱们叫List小号 这里假如说叫5678 创建一个RDD 然后再创建一个RDD 咱们再创建个RDD啊 RDD2 咱们叫做1256啊 那此时呢 差点 我想将两个RDD进行一个求并级 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VLRDD3啊 等于当前RDD1 第2Union U-N-I-O-N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RDD2啊 此时在里就会将RDD1的结果和RDD2的结果呢 统一在里求出一个并级结果 此时在里我们打印RDD3 点当前Connect啊 点QBug 好了 此时我们执行看结果 构建计算打印结果啊 稍等 让Idea跑一下啊 好 我们等待结果出出 好了 各位们啊 这里也看好了 是不是就是将当前两个 我们的这个RDD结果进行了一个合并啊 对吧 求并级嘛 两个都是在一起的啊 这是并级 那这个呢 是一个算子 OK